音樂 其實我很明白這段疫情 大家都很擔心 很擔心 出入醫院 甚至做手術病 會不會因此受感染的 客觀事實是,醫管局都會將非緊急手術和非癌症手術暫停 但一些癌症手術和緊急手術必然會繼續 在外科角度,大家不用太擔心 其中一個最大的原因是,病人在手術前和手術後留在病房 都會留在外科病房 相反來說,一些有症狀或擔心診炎的病人,大部份都會收入內科病房 所以接觸或交叉感染的機會是非常少的 因為我們的手術室是一個折壓方向 其實全部都是在無菌的情況下進行 目的就是減低手術後相效感染等機會 其實我們醫生怎樣去衡量呢? 我們其實最主要都是平衡病人的風險 以及疾病之後會演變的機會 舉個例子例如癌症來說 如果他不做手術,延遲幾個星期 當然我們在說大部份的病人 在這幾個星期,我們假設癌症都不會有任何變化 但始終他有機會會慢慢插下去 所以我們都會建議 如果是一些重症的病人,一些癌症的病人 或是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 一些緊急手術,當然是要繼續去進行 其實我們都要看平衡兩項 一來就是做完手術之後 病人是否穩定 二來其實一般的情況之下 我們都不建議病人太過長時間留在醫院 因為始終醫院裡面也有其他 例如傷口感染,其他感染的病人 所以我們一般來說 我們建議都是 就算不是疫情這段時間 做完手術之後 如果病人穩定 情況適合出院的 我們都會建議出院 其實現在我們做手術的大趨勢 我們都會用一些微創手術 還要盡量縮短病人做完手術之後 留完的時間 其實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其實都是一般建議 尤其是做一些大手術 我也建議在個人營養方面 我們提升好一點 不過這段時間比較要注意的是 可能是個人衛生等等 要勤洗手 尤其是當有肺炎症狀 例如咳嗽,多濃癌 甚至發燒的情況 盡早去劃回相熟的醫生 最後 無論是做完手術 又是即將做手術的朋友 這段時間也不用太擔心 只要跟足醫生的指引 做好足夠的防疫意識 其實手術真的是安全的 大家加油 再見